太贼王,双五之战,双黄之战,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B6包 作为百兽海贼团的高级干部,出登场时逼格有多高?现在就有多让人唏嘘,这个组织可以说已经彻底陨落了 后续虽然能够恢复,但应该不会有战役描写了,和之过篇章已经三年了,极大概率不会再再拉出来飞六包表演一番了 首先是佩吉万,已经被打麻用霸王色缠绕一击打败,应该是表现最差的一位 姐姐乌尔提,头具体,挨打最多,和鲁飞打,和大合打,和乌索吐乃美打,和爸妈打 最后因为大妈的重伤加上那美神器宙斯的攻击才彻底歇菜,我愿称之为最敬业的飞六包 穆在和弗兰奇的对战中,被弗兰奇用他的弗兰奇激光打穿腹部,翻着白眼还吐着血 同样被看好的前任CP九成员福兹福,被慎平以愚人空手刀奥义鬼瓦政权重创,道得不起 然后就是最新一画中的黑色玛丽亚,被罗宾使用关节剂打败 德雷克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奎因的功劳,所以看下来一个叛变,五战全败,这个组织彻底没了 双翼之战 接下来值得期待的战斗首先就是双翼之战,也就是索隆,山之这边的战斗,对手大概率就是凯多的双翼竞以及奎因 山士和奎因已经交双了,这俩人的相信之前说过,索能够牵扯出来的是很多,比如贝加庞克,血统因子之类的故事 主要是索隆这边,有海迷说竟应该是小马哥来解决,其实不然 想想就明白了,索隆已经用药剂恢复了,恢复之后干什么?看戏吗?明显不可能 去帮陆飞打凯多 更不可能,因为陆飞已经明确表态了,凯多交给自己,所以最佳选项就是禁 至于小马哥只是外援,怎么安排都可以 要知道百兽海贼团VS草贸一伙之中都已经安排了相应的战场,索隆这边还空着,怎么能不表现一番呢? 尤其是禁有高,两个剑士以及第一副手的对决,简直不要太合适 双黄之战 当然还有双黄之战,凯多这边目前大和拖着,陆飞吃肉 恢复中,陶之战便大准备带着陆飞飞上去 所以会变成陆飞,陶之战,大和对峙凯多的场面 应该不会,极大概率还是陶之战送陆飞上去之后,带着重伤的大和退场,依然是以V1的对战 但是怎么打?依然是个问题,靠莽不现实,陆飞需要新外挂 另一边战场就是大妈这边,目前有吉德,罗和吉拉这几位联手对抗 看这两个战场肯定不轻松,很期待伟田后续怎么化 当然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点,比如罗提吉的历史正文,伺机而动的CP0等等 这么看下来和之国不还得连载个起码一年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